今天要来和大家分享的是 马铃薯起司球的评比 用了两种的粉 一种是炸片子粉,一种是面包粉 两种粉 来 粘裹,然后看 结果会如何 这颗是两种粉,综合的 最大颗的 请开声音 听他的酥脆 那这一个是 沾面包粉的 它的组织 比较 松散,不会那么硬 这样子的口感是比较好吃的 那我们把 马铃薯 两颗的马铃薯 用电锅蒸熟之后加入盐巴和意大利香料粉调味 那如果没有意大利香料粉 不加也没有关系 意大利香料粉的味道就是 披萨一定会加的味道 那我们准备了这两种粉 这个 首先粘的这个是 面包粉 我们是把它 直接把它搓揉进去 不是粘在表面 是直接 把粉 搓在 马铃薯泥里面 让马铃薯里面也包着 面包粉 这样子炸出来 组织才会松散 那不用再粘蛋液 因为 马铃薯泥本身 你在压的时候 你就知道它本身还蛮粘的 根本就不用再用 蛋液 一般的都是 先沾粉 然后再沾蛋液 然后再沾粉 那我们不用这样子 我们就直接把它揉进去就好了 榨片子粉 也是一样 直接就揉进去 看你要揉成 椭圆形的或是揉成圆形的都可以 就这样子 把它沾一沾 这样子对于现代人来说在做一道料理是很快速的 那我们现在要拿出 乳酪丝 来包在里面 就是 披萨 专用的那种乳酪丝就可以了 或者是你有其他的也是可以 一样把它 把粉揉进去 抓一抓揉进去 包包好搓揉 按压紧实 按压紧实是要让粉比较不会掉 面包粉 面包粉是 小麦粉 做的 就是面粉做的 那 炸片子粉是米做的 再来米粉做的 其实 其实还是有一点差别 最后这颗 我就用两种粉 混合 先沾 面包粉 把起司包起来之后 再来沾 炸片子粉 炸片子粉 我刚刚说过是用再来米粉 做的 搓一搓把它搓紧一点 这样子 炸的 炸的时候才比较不会 掉屑 那我们先 先炸 黄色的 炸片子粉的部分 有的有包有的没包 比较大颗的就是有包起司的 那我们 这个 本来就是 蒸熟的 所以 表面金黄 就可以出锅了 那把多余的残渣 捞除干净再 炸 第二次 捞除 那些残渣很重要 你如果没有捞除你 你在炸什么东西放下去的时候 它就会 沾附那些残渣 让你的炸物看起来脏脏的 而且你的油也比较容易变质 变坏 那 这个 也是 很快 很快就金黄了 那金黄就可以出锅了 因为它本身就是熟的 好那我们现在就要 再 做一次 总结 最大颗的 是 两种粉的混合 酥酥脆度吃起来就是 差不多 没有比较特别 那 面包粉 放凉了之后 它会 比较快就不脆了 略逊一丑 那里面的组织都是 比较 松软的 所以 我感觉 还是用 再来米粉做的炸片纸 胜出 我的影片 如果对你有帮助 请订阅 点赞 支持 这个小孩子一定会喜欢的 谢谢 谢谢 今天大家的收看 今天大家的收看 收看 收看